小河梨开心玩水又有在自己的小天地里 但这里不是大自然 而是野生动物救援中心 美国这只两岁大的呆萌 河梨尼比性格活泼可爱 不止亲人卖萌撒娇 有时还会伸手讨抱抱 没想到最近却被下令要求尽快野放 引发论战 救援中心创办人指出 尼比才周岁大时 疑似是孤儿在路边被发现 随后被带回园区 个性呆萌调皮又温馴亲人 很快就成为社群媒体上的大明星 但管理局认为尼比已经两岁大 必须要出外独立逃生活 只是救援单位认为 由于尼比从小和人类长大 还不会竹巢剑霸 若是在冬天前野放 绝对效命不保 为让尼比留下来 不少美国议员帮忙发声 麻州动宝团体告上官方 民众也发起请愿申请书 近三万人表态相挺 还有网友在X平台上发文吃醋 笑自己男友对何离尼比 深深着迷 随着双方诉讼开打 麻州州长希莉近日拍板 要让尼比续留救援中心 承论会为他找出最好安排 救援团队也表示 等到冬天过去 一旦时机成熟 绝对会放手让尼比独立生活 C新闻黄泉报道